这道菜好 看上去鸭子是主料 在这里呢 我们今天说的菱角是主要的食材 现在这个菱角变成配料了 都很有营养 那今天我们跟菱角一起搭配的 它有芦笋 这边我们大只给它改刀 现在芦笋给它一分为二 是不是 这种长条 然后给它切一分为二 这个芦笋现在也是抗癌的明星 是不是 对对对 它的含抗癌物质非常的多 现在提倡 它是一种很有效的一种抗 因为这个菱角呢 它有的是两个钱 还有三个甲 还有五个甲 是吧 它这个 它就是在煮熟了之后呢 它的外皮形状也是不一样的 有些呢 是这个黑的 是吧 还有些是带点红头的 是吧 我也曾经在那个江苏的附近呢 吃过一次这个黄的 黄的 这个鸭角 基本就是个圆的 吃起来是非常好吃的 这个 也是面嘟嘟的 比栗子还要面 它叫水栗子吧 对 水栗子 那一般的话 我们这个挑的时候 咱们今天选择的这都是去皮的这种半成品 如果你挑的时候呢 你要这个 放一盆薯 这个把它倒进去 这个一般陈底呢 就是一种这个 这个淀粉含着就很成熟了 很多的 实乘的 实乘的 这个漂在水面上的呢 基本上就是比较嫩的 这个如果你要吃这个带面的话 你久着吃 或者就像今天这个 来一起烧着吃的话呢 焖着烧着的 那就要吃那个悬的带面 就是那种陈底的 像土豆什么地瓜一样 这种淀粉汁多一点 如果你要生吃的话呢 你就这个 就去潮浮的 论 包括刚下一步 下一个菜我们做的那个 那个椒盐 就要做一种旋律论 这个 另一角呢 也是这个 一个很好的东西 据我所思的这个东西 结菊 结菊 把它煮熟了之后 捻成面呢 加上白糖 这个条子调成一个糊糊合下去呢 非常结菊 非常结菊 那今天啊 我们选择这领角能够搭配 这领角是半成皮 已经去过皮的了 那如果说在家里面 买这个领角回来 是不去皮的 那么怎么才能把这个壳给去掉呢 就是先煮熟了它 煮熟之后呢 这个用剪刀呢 把两边剪开 然后呢 这个把这边画一下 一包一包出来 画一下一包就摆开了 它这个因为它煮熟了之后呢 它这个皮和这个肉呢 是很容易分离的 你只要把它给 豁开 豁开 就可以了 要先炒一下 炒一炒 然后呢 能够使这个鸭子呢 味道更香一点 而且我们今天选的是 这个咸鸭 这个在选择上 我觉得也是挺养生的 因为虽然这个鸭肉啊 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 但是因为这个 吃烤鸭什么之类的 它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 会产生一些致癌物质 那咸水鸭呢 就避免了这个 致癌物质的产生 鸭做好 各地方吃的不一样 南京人特别喜欢 这个咸水鸭 对 那今天我们选择的呢 不仅吃它的味道 也吃它这种健康 这边我们在锅中 把这个锅爆一下香 说到了灵角 今天呢 就问一下我们的王家老师 刚才灵角壳都这么多好处 那这灵角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对于身体 我们说这个灵角啊 它是一个秋季养生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药膳 因为这个灵角呢 从营养学角度讲 它含有淀粉 蛋白质 葡萄糖 胡萝卜素 维生素B1 B2 维生素C 还有很多的钙 磷血等等这样的物质 那么中医上认为啊 吃灵角就可以 安中补五脏 不积轻身 至于化什么意思呢 安中补五脏 就是它对人体的五个脏气 都有补育的作用 可以强健我们的体位 可以增强我们的体力 那不积轻身的意思呢 就是说它可以 有一个很好的减肥健美的作用 那现在研究呢 就是说它可能含有这种 不使人发胖的脂肪有关系 还能使人健美 对对 使人减肥 看来我们古人已经认识到 它的很多很多的 这种减肥的这种功效了 刚才我听王家老师说这段 我真想跟他一起摇摇头 因为他有这个紫月的感觉 感觉呢 这个灵角 在从古到现在 一直很多人都重视 那今天我们用一个现代的方法来做它 和这个盐水鸭一起来铺调 希望能出来一种很独特的味道 这边给咸水鸭先简单的炒一下 然后呢 来一点点 加点料酒 加点酱油 酱油 烤料酒 多来一点 有时候我在想 咱这个做这种鸭子是不是 放点生抽老抽什么的都不一样了是不是 对都不一样 老抽它主要是用来 老抽是用来调色的 调色 那生抽呢 生抽是用来调味的 那这个单独放酱油呢 它这个是什么感觉 这个酱油呢 它就是没有经过这个老抽嘛 这个抽就是这个酱油的一道二道抽出来的 是吧 这个 酱油是最初的工序 最初的一道工序 然后提提提提提到老抽和生抽 炒的差不多就把菱角放进去 把菱角放进去 我这种种担忧的大体 你看一般我们在做这个肉的食材的时候呢 一般都是炒的差不多全熟的时候 再把这些淀粉制的食材放进去 那咱这个放进去之后火候可以吗 可以可以 因为这个菱角呢 它这个熟起来它比较快 比较快 在这个呢 咱也不能把它长时间就 炖烂了之后 它就不长时间 不好吃了 可如果这样放的话 它这个鸭子它百分之六熟的 对 这没没 它一般煮不碎的 因为它 经过那个盐水的进货之后呢 它这个组织已经很紧 哎呦 已经OK了 好 给它爆炒一下 然后呢 来一点点汤下去 这个道菜是焖菜 所以说汤呢 不用太多 对 刚好啊 没过去一半吧 一半这个锅中的食材 就差不多了 其实这个菱角呢 可以做很多菜 这个你可以 你可以烧 是吧 也可以就做这种糖烟的 也可以这个炖 是吧 也可以做一种那个糖焖的 就是糖 挂糖的 米饭的 很好吃 这个鸭肉是 本身是一种性寒的 民间就认为这个鸭肉 是一个补虚老的一个盛要 那这个菱角呢 也是一个性寒的一种食材 这两种食材搭配在一起 我觉得对那种就是体内容易上火的 阴虚火旺的人呢 吃吃特别好 阴虚火旺的人容易上火的人多吃一吃它 那么现在我们想把它烹成好味道呢 真的需要有点耐心 因为我们已经放入锅中慢慢的开始焖了 那这个焖的时候我们用什么火力来焖呢 这个因为这个都是很容易成熟的 用的是大火 大火 然后焖多久 焖这个十分钟 十分钟 时间很短 十分钟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们就把盖子盖上 焖上它十分钟之后 让我们一块看一下 出锅之后会出现什么独特的味道 十分钟 现在呢我们锅中好已经焖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哎呦 焖的时候滋滋啦啦的 这个火呀一直是属于大火的状态是不是 其实有的时候你看这滋滋啦啦的时候呢 这个收汁的过程 恰巧呢能够将这个汁啊 渗透到这个肉和这个菱角里面去滚放 出锅之前把我们的芦笋放进去 芦笋 好 煎点下 这道菜还是很油亮的 盘子 很油亮 而且呢色泽好红润 并且里面呢搭配了非常好吃的菱角的这道菜 现在已经出锅了